好 看看今天的这位求助者 他要向我们求助什么 我们能够帮他做什么 有请这位 我姓唐 我是湖南人 我找我儿子 他就是发了一个短信 然后就一点消息也没有 妈妈很想知道 当初你这样做是遇到了什么 你为什么要抛弃我 一条神秘的短信 是不是他失踪的原因 短信里究竟写的是什么呢 有请 来 妹妹 这儿坐 大家好 能问多大年龄吗 看上去很年轻啊 我快五十了 满了四十八了 真的 不像啊 老了 你找谁啊 我找我儿子 走丢的时候是多大 快满 二十三了 哦 这么大了是因为什么离家 2013年的十二月十六日的早上 发了一个信息给我 因为我眼睛有点老花 我看了那个信息的头一句话 妈 实在对不起 有的事情真的无法面对 然后等我去拿老花眼镜的时候 一不小心把那个信息给删了 然后到马上回信息过去 马上打电话 就到现在 一点音讯都没有 你儿子性格属于什么样的 从小学到初中的时候 学校发生什么事都跟我说 还比较开朗 主要变了就是走入社会以后 就有点什么都不想说了 妹妹 你性格属于 我比较开朗的应该是 比较开朗 算强势吗 我的生活环境和我的家庭 可能真的就造就了我有表面上很强势的性格 儿子离家出走有没有点逃避你的意思你觉得 我有猜测 有会躲着我 他在湖南的一阳读的大学 毕了业以后就到了广东 他是有两个投资卡 每一个月定时的16号就收到有交通银行的电话 头几个月我问他 他说妈那是可能社会上有些骗人的 你不要去管他 你不要上当了 就没去多想 最后他那个女朋友大学谈的 他知道了告诉我 他是透支了 透支了然后我就打了五千块钱 那一次他就躲了两天 抖击光了两天躲了 实际上他在那里工作了几个月 辞工了 结果他女朋友都不知道辞工了 他每天早上就坐地铁出来 晚上坐地铁回去 按时到八点或九点的时候 发一个信息给我 妈我到家了你放心 他从什么时候开始学会骗人的你知道吗 他说假话就 从小学就有这样的迹象 那个时候你发现了你没管吗 就真的好多 他是因为怕你吗 一个是怕挨骂吧 怕挨打 你打过他吗 打过 小时候打过 那你后来问过他那个女朋友了吗 女朋友不知道 就说他要 他玩失踪 他女朋友 他没发信息给他女朋友 就发了一个信息给我 我都没看完 实际上我儿子发的那个信息 很长一篇 我现在肠子都肺青了 我后悔的要死 我为什么就误杀了 我孩子从来没有跟我说过这么长的话 我也搞不清状况 你放心 他就是逃避这么一个孩子 承受不了人世间的一些苦难 然后就开始逃避 我都解不通 有什么承受不了的 其实我也挺辛苦的 为了儿子 我真的是为了儿子 我们家就我儿子 我和我儿子两个人 我儿子两岁的时候 我们就 我就带着我儿子过 跟爸爸离婚了 离了 那时候家庭关系不好 他们就说 你文化程度高 你又性格比较要强 你聪明 你就比我儿子强 你不能控制我儿子 就我们这些双方都有矛盾吧 当然我也不能说 全部是他家的错 这两个人肯定 个人都有错 我就好像觉得 他们家带着个小孩可能不合适 我就要带 他们开始说不要 然后我要带走的时候就要 然后我就带着他就跑来 你儿子和你这些年 你们俩说真心话过得快乐吗 我儿子跟我关系很好 很好 真的很好 因为我们是苦过来的 他也知道 我才从婆家把小孩拿出来的时候 我记得那时候我在一个河边 我们当时是一十三块五毛钱 他一条背带裤没穿衣服 我就穿一件衣服 现在他有一个网名的昵称 就是一十三块五 我跟他说过 我是有四天三晚 在河边抱着他蹲着 我没吃饭 就因为是九十年代初版 那有一个包子 一碗面还是很便宜的 就让我儿子度了几天 然后再想着别的办法 我儿子从读高中到读大学 花了我一十九万多 我为了不伤害他 我把那个寄的那个树 藏在箱子底下 我现在我连娶儿媳妇的东西 我都准备好了 我一个人我也不容易 你觉得你儿子有没有良心 你觉得你儿子有没有良心 我记得他读高中的时候 在我家里吃饭 吃饭的时候我就说了 我说我老了呢 我就到那个养老院去 他然后就把我一放 刷那个眼泪就出来了 我说你这干嘛 有什么好哭的 你不能这么干 我我我等下救救他们说 你把我这么 一个人把我带到说 我不孝敬你 我说那不是那个意思 我到了养老院 难道你就不出钱吗 你还这样说 他也不是 儿子还是个好孩子 他读大学的时候 找一女朋友 那个女的就打电话给我 阿姨你们家的情况 我也知道 你挺伟大的 我挺佩服您的 但是小舅说了 如果我找个女朋友 对我妈不好 她就不找 从这样的话 你就说 我这孩子也不是 舍不舍吧 对吧 感情很细腻 那你跟那个丈夫 离婚之后 你再没找吧 中间短暂的有 有几年 但是没有那个 没有正式的那个 结婚 那你有男朋友那几年 他对这个很好 他们关系也很好 那个男的对他也很细心 从生活啊 从各方面啊 就是说 有时候你就说 买什么东西啊 比我大方一点 那你们后来 为什么分手了 给的路程比较远 家庭的原因 后来就分开一段时间 他得了儿子 你就死了 哦 妹妹 你知道 我知道 我儿子跟我 我儿子十周以后 我真的是 我好像我的世界 他了 我见到街上 一米七 一米二的男孩 都是 好像我走过去看 是不是我儿子 我是不是会在街上 碰着他 我是这样子的 如果你还在人世 你还有良心 你就出来见我一面 至少我知道 你活得好好的 你嫌我穷也好 怎么样也好 我付出了 我知道你活得好好的 妹妹 我很想知道 他是为什么 妹妹 相信 站起来 走向这个希望之门 也许你这个儿子 就在里边 来妹妹 站起来 我担心我不敢 我怕 玉哥哥陪你 你为什么放弃我 为什么不要我 我们相依为命 这二十几年了 我儿子失踪以后 我真的是 我好像我的世界塌了 准备好了 你回来吧 妈妈想你想的心事 为人寻找为爱坚守 请开门 请开门 大姐 谭女士 我知道您不愿意看到我 我知道在这个门里看到你 我就没希望了 不一定 其实接到您的求助之后 我们开始寻找 而且根据您给我们提供的线索 我们主要的寻找范围都放在了广东一带 就在前不久 我们经过了摸牌 基本上确定了一个您的儿子 谭凯州在广州市天河区落脚的这样一个信息 于是我们赶紧就赶过去了 您来看一看我们当时去找您儿子的过程 好不好 来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在谭凯州的宿舍没有找到他 经过了反复的寻找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他工作所在的单位 据我们了解 他现在已经回到单位 所以现在我们就进去找一找 看看他在不在里面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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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经理是吧 您好 您好 您是小谭吗 对 您好 您好 看一看 你坐坐坐坐坐坐 为什么这么长时间已经给你拿了学员 作为一个长辈 我们不过来说他犯错我们的数据很难 但有些说是一辈子我还原谅 18岁 差不多是19岁这个时候 我养父的最后一面 我没见到 然后为什么 说他走过之后 还给我打电话给我 所以你觉得没有能够见 跟你感觉很好的养父这幅一面 你认为有可能是妈妈这边的男人 不是我认为 但是根本就是 我妈可能认为我养父或许有一堆的问题 但是单纯的在我 我来说 他比一个亲生父亲还要亲 所以说你养父去世的时候 最后一面你没有见到 你觉得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一行对吧 第二个 他从小的教育方式就不对 他是怎么教育的 小学五年级的时候 整个暑假就一直被 灌在那里小院子 跟做监狱有趣的嘛 小学五六年级的人 因为中午吃完饭 跑到别人家去玩 然后被他喊回来 然后跪在自己的房间 一跪 跪餐四个小时 出算一个暑假 我都记得很清楚 总共出去了四次 偷偷跑出去三次 就是后来这个事 等于对你的影响 或者对你的这种思想上 对妈妈的这种看法 就一直影响到今天 什么 有些话我跟他说 根本没有效果 本来小时候没父亲 他担负的责任很大 又要当妈又要当爹 他不容易 但是他不能用这种 已经类似于扭曲的爱来报 我能理解一部分 能理解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 但是 但是 我依然很爱他 嗯 他说我吗 嗯 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这样一个平台 和一个机会 完全正确你的意见 你愿不愿意 借这个机会跟妈妈进行一次沟通 你也听到了 儿子有一些他的想法 可能之前因为一些原因 没有跟妈妈讲 那天他可能是敞害心扉了 跟我说了一些 但是当我问他愿不愿意 今天来到这个平台 跟您进行这种沟通的时候 他也一直在犹豫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妈妈的希望还是很简单的 您放心 儿子生活得很好 工作也相当不错 嗯 而且他最后跟我们来到了北京 但是究竟他今天愿不愿意出来 跟您见面沟通 我现在也不敢肯定 我们一起来 期待一下吧 好的 好吧 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请开门 活着就好 活着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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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你为什么要抱歉 妈妈是为你 得死了最后一年 我也没见到 妈妈为你好近了 几十年的青春 妈妈咱先不说 咱先做吧 咱先去做 你看妈妈的白头发 妈妈以为你不在乱七 妈妈不怪你 你能回到妈妈身边救我 来 儿子领着妈妈到这来坐一会儿 谢谢玉叔叔 谢谢书东 谁帮我掌握 我感谢你 谁帮我找你 我感谢你 我跟您说一句 其实我们找到小谭的时候 他在工作的那个单位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他两个月前刚刚升了职 当了副主任 儿子的这个事业在走上升 上升的道路非常非常好 儿子为什么一句话不说 觉得委屈是吧 现在心情有点激动 心情激动 以前是我自个儿不懂事 现在我自个儿明白事理了 明白事儿 存下点钱了没有 也存了几千块钱了 不多 本来存钱就是为他存的 为他存的 你妈不要钱 我应该说我 我现在的状况还是可以 我要为儿子存钱 他要找女朋友 从这个事情来看 家长和孩子都要反思 因为你已经二十多岁了 不是小孩子 你这么失联 然后关键是你父母会认为 你有可能会遇到意外 或者说他会怀疑你不在人世了 会很痛苦 这个痛苦是一般对家长来说 是难有承受的 对家长来讲也要反思 就你这个孩子刚才讲那段 你应该也看到了 就是你这个 跟教育孩子的方式有问题 就家长要注意跟孩子沟通 而且其实要换位思考 当然孩子其实也要换位思考 要站在父母的角度 来看待一些问题 就是确实要避免出现 就像离家出走失联这种情况 因为你这个年龄大了还好一些 因为尤其是十几岁的孩子 要是离家出走 就更容易遇到危险 好 领着你亲爱的母亲 走向希望之门 儿子为母亲披上的外套 母亲为儿子流下的眼泪 他们都彼此深爱这部 多年的心结 在这里买出了第一步 以后的路还很暗长 希望你们以后能够多一点高通 多一些体谅 用自己最大能力去孝敬我的母亲 这是对她最好的 以后跟她养老送中的那个人 还会是我不会是别人 妈 我会像以前那样 一直在爱着你 我会讨厌